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房子的外墙是黑色的 里面也是黑色的 黑色的地毯 黑色的椅子 黑色的床单 黑色的棉被 就连浴室也是黑色的 和温妮住在一起的 还有她的好伙伴 小朋友请问你们有看到她吗 对 是小猫 威尔伯 麻烦的是 威尔伯也全身乌黑乌黑的 就和她俩的房子一样黑 这下可糟糕了 有时候 威尔伯安静地趴在温妮的椅子里 瞪着她那双明亮的绿色大眼睛 温妮就能看见她 至少 温妮能看见她的大眼睛 可是 有时候 威尔伯要睡觉了 她闭上了亮亮的大眼睛 温妮根本就没办法看见她 所以 温妮就一屁股坐在威尔伯的身上了 有时候 威尔伯舒服地坐在地毯上 睁着她那闪闪发亮的大眼睛时 温妮也能看得到她 至少 温妮能看到她的大眼睛 可是 当威尔伯闭上双眼准备睡觉的时候 温妮又看不到她了 碰 的一声 她被威尔伯绊倒了 有一天 温妮又被威尔伯绊倒了 摔了一大跤 温妮决定采取行动了 她立即挥舞起她的魔法棒 口中念念有词 阿布拉卡扎拉 威尔伯不再是一只黑猫了 她变成了一只绿猫 现在可好了 威尔伯在椅子上睡觉时 温妮就能看见她 威尔伯在地毯上睡觉时 温妮能看到她 当她睡在床上时 温妮也能看见她 不过 温妮可不让威尔伯睡她的床 于是呢 温妮把威尔伯抱到房子外面 绿绿的青草地上 结果 麻烦又发生了 当威尔伯老老实实地坐在草地里时 温妮看不到她了 就算她睁着闪亮的大眼睛 温妮也看不到她 这天 温妮正从外面匆匆忙忙赶回来 没想到 又被威尔伯伴了一大交 连翻了三个大跟头 碰 摔到了一旁的花丛里 小朋友们 请问你们觉得 女巫温妮现在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呢 是开心的吗 还是怎么样的呢 对 是生气 温妮真的生气了 她扬起了魔法棒 连续挥舞了五次 阿伯拉克达伯拉 温妮口湿魔咒 快看 威尔伯变了 红红的脑袋 粉粉的尾巴 黄黄的身体 蓝蓝的胡须 还有四条紫色的腿 幸好 她的眼睛还是绿色的 这下 不管威尔伯是坐在椅子里 躺在地毯上 还是窜进草地里 温妮都能看到她 就算她爬到高高的树顶上 温妮也照样能看到她 威尔伯知道自己 看起来奇怪极了 鸟儿们都笑话她 她悄悄地爬到高高的树顶上 把自己藏了起来 威尔伯伤心极了 她整日整夜都躲在树顶上 第二天早上 威尔伯还是待在大树上 温妮担心极了 她对威尔伯又爱又气 小朋友 请问你们觉得 温妮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呢 温妮她很爱威尔伯 看到威尔伯这么难过 温妮也开心不起来 温妮很想很想让威尔伯高兴起来 我们来看看温妮会怎么做吧 温妮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她挥舞起她的魔法棒 吉利刮啦吉利刮啦念起了咒语 Abra-cadabra 威尔伯又变回了一只黑猫 她立刻欢快地从树上跳了下来 温妮不断地挥舞着她的魔法棒 一边念着咒语 Abra-cadabra 哇 现在温妮的房子不再是黑色的啦 它变成了黄色的 屋顶和大门都是红红的 椅子是白白的 椅子上的座垫变成了红色和白色的 地毯是绿色的 上面还点缀着粉红色的玫瑰花呢 床是蓝蓝的 床单是白色和粉红色的 棉被是粉红色的 浴室变成了一片白色 闪闪发亮 这下可好了 不管威尔伯待在哪里 温妮都能看见她啦 好 小朋友 你们有看到吗 当麻烦的事情发生后 女巫温妮先是改变了威尔伯的颜色 这种做法让威尔伯非常难过 温妮发现威尔伯不开心以后 马上把她变回了原来的颜色 把房子也变成了彩色的 这样威尔伯高兴了 女巫也高兴了 麻烦的事情也再也不会发生了 女巫温妮这样很棒哦 因为到最后啊 她做事情的时候没有只想着自己 而是也考虑到了别人的感受 所以小朋友 我们以后做事不能只想着自己 也要考虑到别人的感受哦 好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拜拜